各位 我當初音音是時候 第一個 其實桂林耍了 我們的物價很多都漲 千才去 千才去是因為天氣太難 米家 米家創下歷史新高 再來一個是豬肉價格 米喔 米是怎樣 因為今年修身不好嗎 去年欠收 去年欠收 吃錢免的啊 照理說是農糧署可以調節 但為什麼沒有調節我是不曉得 但是今年豬肉說什麼 流行性下歷 這個這個這個來 豬肉小豬就沒辦法長成大豬了 所以豬肉會更貴喔 這次小豬的下歷 我們 很普遍嗎 我們這個有關機構說 最少是兩萬三萬 現在最後攻到十多萬 其實我沒有下箱去查訪 但是我從電話的一個聯絡 我知道到目前為止至少石油 已經有三十萬頭 四十萬吃以上 小豬喔 我算一下給你看 應該不能吃繞篩也會好 那沒辦法 吃冷一天就死掉了 你不要再吃了 如果我們繞篩嚴重 我們可以用點滴 補充一些電解值 小豬你那麼多也不可能去做 三四十萬 佔所有的小豬比例是多少 沒有 我告訴你 小豬 我們目前 母豬差不多有六十萬頭 五十六萬 母豬一年生兩胎 生兩胎的話就是 我們跟他說 差不多一百二十次嘛 那一次生九頭 九頭就有差不多一千萬隻嘛 一千萬隻 你如果分十二個月 分十二十萬隻嘛 一個月有八十萬隻 你給他看看這次的 這次的疫病 聽說已經百分之五十以上 都感染了 有這種 主場百分之五十 南部可能是百分之八十的 八十萬隻的時 五十八甘粽就四十萬隻 死亡率將近五十八 所以每個月就有差不多二十萬隻 是喔 正在那個時候 你去年十月到現在 已經四個月了 可能五十萬隻以上 我們的政府不知道怎麼 為什麼一定要 要掩蓋這樣的事實 根本就沒有派人 去調查這個死亡的疫情 那黃老師請教 因為最愛死豬都放黃埔漿 那我們都放哪裡 我們的死豬呢 可以是畫質或是掩埋 一般是送到畫質場 但是這個小豬 畫質是說它收掉 它收掉來做肥料或是做治療 我們現在這個小豬 大家擔心說 去烤乳豬 那不可能 因為它生出來 差不多一天就落塞 近年兩天三天就死了 比較慢 如果一個月也很快 要死之前 那落塞之後整個都散了 那個冷革都這樣吐上來 這樣吐一吐一吐 整隻散鼻肉 那不可能去做烤乳豬 所以我是認為 那還可以做肉負 會不會用的 那就是沒有肉 所以我實際上說 這個不用煩惱 說這個豬會流到這個市場去 這樣會煩惱 對 以前我們說 西豬 全規劃 哇 如果那些豬 看來流塞 這樣穩著穩著 走路走路 沒什麼地方 穩下去 豬肉就走路 快處理就快處理 趕快就殺了 整家可以吃 還有北來的人吃 因為那北來的又沒什麼味 剛才方向 豬肉怎麼不是 整隻豬買去 賣了怎麼會你們怎麼吃 對 就是說 我們自己可以處理 那時候沒有電話 到時候有電話以後 都現場 我們這裡西豬一隻 要水來處理 都拿去做加工的東西 加工的 加工的 就說做公園 做肉負 這個以前很久沒有 對 我怎麼樣 師父全家獨 是一隻有 全家煩惱 雷產沒辦法 對 帶那些車也沒辦法 當代事都沒辦法做 如果師父大家煩惱 師父懷疑得這樣 才不會在那裡 因為那種開始的流塞 就開始 人家說叫毒塞 叫毒流塞 那就是人家穩度壞 我是叫毒塞維身的人 結果叫毒都流塞 我是想叫誰 想到 像我小孩我們家裡有一隻 你哪裡 我在頭分 尺尺分 尺分 我這尺尺 如果有二三十隻 我有一次就去感染 就是低溫室 低溫室的不過 直接都差不多 要到15公斤了 四條就擋台 台台 中台 台台用那個高震扒 九層塔 擦擦擦擦擦整個鍋 自己吃不去 就分給鄰居了 你一碗給你一碗給你 那時候是這樣做法 現在沒有人要吃 吃這樣不會死嗎 不會死 已經炒過那邊都死了 那多香 九層塔 小孩很愛吃 小孩也會 我們先生說 那時候低溫室 電玩意 電玩意 自己人家吃 不然都要賣去 一兩天而已 肉質也不變 不說味真的 大人是煩惱得要死 你的主意是無意 結果你在煩惱 有什麼肉好吃 這個可以 第一 可以打疫苗來防疫防這個事情 現在都有 現在都沒有 還有發生什麼事情 這次的這個北洞 屬於是 這個北洞最早是 197年在英國 那裡發現的 那時候就引起這個主委夏立 197年是殘遍了歐洲 197年的時候 就分離到一個鼻洞 那時候就知道說這跟一種 傳染性胃腸炎不一樣 這個鼻洞 是換了冠狀病毒 屬於冠狀病毒 兩個都是冠狀病毒的第一型 跟那個薩斯的冠狀病毒 屬於第二型的不一樣 之後這個鼻洞 在歐洲就有一個流行 跟亞洲這方面 大概1993年92年 在日本 韓國大流行 中國也一樣 就是這個鼻洞 這個鼻洞真的突然快 它主要是引起腸 短短的流行 所以疫苗要來研製很困難 最重要這個鼻洞要分離 要大量增值不可能 很困難 再來這個鼻洞是短短的 它算是國保的免疫系統 你不是全身性的 全身性的你可以把病毒殺死 然後打針 像流感疫苗這樣 這個不行 這應該一定要用活毒疫苗 所以不然你在說到這個 所以這邊這個病毒 其實這個病毒有疫苗 韓國都可以 中國都可以跟日本都可以 但是這個 總毒是在1977年分離的病毒 所以CV77 從哪裡來的 那就是從英國來的 現在那麼多年來 現在有受到變異了 聽說現在 我們台灣這次丟到的 原來是一個變異種 跟CV777比較不一樣 平常就前場就對了 對 前場 這個病毒是從哪裡來的 如果沒什麼清楚 有人說我對美國來的 美國是什麼 美國是在去年五月時 在愛國外發生很嚴重 在五月 五月我們是十月發生 那是不能飄洋過來的 在非啦 在非我們就對美國淨口的種族 那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消息我不清楚 這個資訊我不清楚 有沒有從美國淨口種族 你們看他自己沒有種族嗎 種族總是要改良嘛 它要更新嘛 我認為比較可能的是 從中國大陸 或者從菲律賓 我們臨近的國家進來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文告 所以也許他證明說 觀光客也去啥 觀光客 不是 種族 新聞 畫畫畫 我已經不知道去加拿大 或是美國還是哪裡 應該是加拿大吧 你入境表格裡面還有一個說 你最近有沒有去拜訪過農場 還是什麼的 牧場什麼的 他就是你要老實聲報這樣子 就是他的擔心就是 可能有些病毒在人不會作用 可是人身上有 但是會傳染給動物對不對 最主要這個病毒 你如果是去豬場 或是去什麼 接觸這個動物 這個病毒可以藏在你的鼻腔裡 對人沒事 對人沒有事 像這次的這個流行性下列就沒有事 那鼻腔裡面又有有機物 又有液體一些 然後不小心你這邊有藏的病毒 然後你去豬場的時候 你啊 咻 然後剛好那隻小豬就 就感染到了 那他感染到 然後就傳染給其他的小豬 對… 那怎麼會這個豬場又跪到那個豬場 這個豬場跪到那個豬場 就是它這個下列的病毒是接觸傳染 是糞便傳染 那這個豬場就會傳染 它車上會來往 來往 例如說不會飼養的 車上會飼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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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也來往 起地的人大家都做會 所以現在飼養的場所要進去參觀 都要消毒 戴口罩 人家沒有隨便讓你參觀 對啊 現在都怕說你戴病 不過我請教你老師 現在說這樣死那麼多 未來的豬場是不會蓋 豬場事實上現在就蓋了 現在七千五百 七千三左右 一隻 一百公斤 我想這款 一隻幾公斤 一隻都一百 一百里 所以這隻都滿幾個 我想 我相信 現在這隻飼養的人 有十瘦 十瘦就是說 我想說 比較慢 我飼養比較大 給它飼養還比較高 後飼養很好 後飼養很好 他們這樣看好 應該是會影響 租價是要差不多 在三月四月那時候 我們十月發生 一隻飼養 沒有差不多六個月 所以差不多四月五月那時候 真的飼養會影響 這個飼養 如果要讓牠生得更快 有人怕生長技術嗎 現在沒有 沒有嗎 不用啦 現在飼養 那一種改良 真的 用美國做 美國飼養 你不知道 那一種改良都很好 還有飼養 還有改良 什麼 不用生長技術 譬如說 有人告訴我 譬如說 飼養 你最好不要吃飼養 他說飼養都在飼養 現在沒有 沒有人這樣做 已經 我就說了 現在品種改良 跟飼養的配方改良 它能夠讓飼養很快的生長 那瘦肉精呢 瘦肉精 當然是瘦肉精它有另外一種的功用 它有促進生長 也可以增加比較多的瘦肉的比例 所以為什麼在豬方面用瘦肉精 是滿好的一個 對生產的成本會降低 所以為什麼養豬 可是人吃了不行 人如果吃少量 像我們這麼年紀多 比較無所謂 那如果是你有心臟的疾病的人